同样也是跟政党轮替之后相关的 我们讲的是地方政府 在基隆捷运最近大家讨论的沸沸扬 尤其在林又昌撂出了一些惊人之语 那结果最新的这一篇也是被联合报 他们所独家曝光的基隆市政府的函 好我们先讲讲在最近这个 基杰针对这样的话题 其实林又昌有特别提到了一些 这种比较嚣张的话啦 就是说没有那种不用钱的啦 等等的 结果呢现在原本的轻轨是零元这个地方支出 现在变成是基杰的话是53.86亿 那这一份公文特别要讲到是在林又昌卸任的前22天 他所行文给国发会的公文 然后里面呢其实就看这一段就好 还有一个主张 他也是告诉大家说呢 基杰的费用应该由中央来全数支付 所以他也打脸了 现在作为内政部长的他自己说没有那种不用付钱的 可是光这段话以及光这个日期就足以证明 在当基隆市长的他确实也认为整笔钱就是应该由中央来负担的 这个俗话说的好不要钱的最贵啊 现在这个基隆市民们正在体会到这种当年跟你说你一毛钱都不用出 现在跟你要50亿的这个苦果 当然这个其实基隆捷运这个当然历史脉络 他就是一个民进党的诈骗石哦 对从最早的跟你说啊基隆要有捷运了 2017年就可以完工 哦什么然后呢再来到2020年2017年到的时候 蔡英文就出来再次宣布嘛对不对 对就不断的反正他就是不断的说啊这个这个延后啦 然后呢改变那个形态啦然后呢这个经费不断的增加 一直到这个基隆被国民党这个政党轮替之后呢 一切都要有国民党执政的基隆市政府来买单 而当初口口声声为了基隆市民的那一位内政 现在的内政部长哦当时的市长突然变得只会讲风凉话 其实你不禁要让人很感慨就是 到底是什么样的政治文化造就了现在的这种悲剧 我们可以把它当成一种一场闹剧哦 那过去谁把这个闹剧最早掀开来呢 是这个柯文哲 柯文哲一直都说基隆捷运就是一场骗局哦 那讲了很多次当初这个林又昌还批评这个柯文哲说 他是满口政治语言啊等等等哦 结果现在到底谁满口政治语言呢 我觉得我们在我们谈这个 虽然他只是一个基隆市或说从台北延伸到基隆的这样的一个交通建设 其实他不是一个全国性的议题 但是在这个议题上面我们可以看到民进党有多么的费尽心机 为了骗选票来去不断的去包装他们的谎言 这其实是一个很悲哀的事情 当他们中央跟地方是一起执政的时候 他们想要搞什么都可以就可以不断的来欺骗我们的民众 不管而且老实说光是他这个名称我就我就很有意见 基隆捷运没有到基隆 基隆捷运只到八度啊 所以这个第二阶段 像他们现在讲的那个50级还不包含未来第二阶段的这个真正能够进入到基隆市区的捷运路线的经费呢 所以这一场你要说是骗局也好话术也好 总之我觉得就是要用李远泽讲形容蔡英文的那一句话 反正到时候不是我执政你拿我怎么办 这不关我的事 林优昌就是这种心态 我在我任内 我承诺的基隆从轻轨到捷运 我已经核定了 哎呀我们做到了 红姐我们做到了 结果呢他拍拍屁股一走 你们基隆的这个市民的市库自行负担 基隆市库的这个一年哎他一年那个那个的预算都才几十亿而已 和和然后你居然要这个这个负担50多亿哦 对基隆市政府他的财务状况绝对没有办法去致应 那现在交通部说他们想到帮基隆市政府想到一个解决方案哦 居然是说要你把哦这个比如说到时候捷运车站哦 在你这个基隆周边哦 你就把他扩大开发变成这个联开宅 哎联合开发哦 然后呢把他这个做趋断征收 然后呢你们就可以靠土地发大财 这种思维这完全不符合土地正义 也也这个也就代表了这个为什么民进党政府会说 房地产是护国群三哦 那当然我觉得这整件事情只能说谢国梁市长修养还算好了 只讲了门都没有 对 这个可能未来真的基隆市政府没钱没到连门都没有了 真的会很惨哦 我觉得啦这个台北新北其实在这件事情哦都有帮基隆一些忙 包括之前呃其实 柯文哲市长他为了希望促成这个捷运能够动演哦 所以他都讲说这个基隆基隆的捷运如果一旦核定 他是愿意台北市愿意多负担一些经费的 其实我觉得这个要肯定一下柯市长在这个议题上面 因为过去在林家荣担任交通部长的时候 曾经有把这个北北基的这个三个市长能够呃 会合在一起去讨论这一条线 因为包括台北新北的系值再到基隆 这整条路线的要如何去呃分摊彼此的责任等等 但现在其实我觉得最过分的一件事情是呃 谢国梁市长他居然说他是新北市政府告诉他 他才知道原来经费分摊改变 甚至没通知他 对没有通知他是基隆市政府他说 哎你知不知道现在是新北市政府跟他讲 对对是新北市政府跟他们说 哎你知不知道你们那个我们那个基隆捷运的 整个那个经费估算重新改变了 然后他才知道有他才知道有相关的一些韩文 所以我觉得最过分的是在这个地方 因为其实应该应该是这样讲 因为开始就说现在基隆的捷运都还没有到基隆境内 所以钱还没有花到基隆那边 所以应该是先从新北跟台北开始开发 所以钱可能交通部可能是先跟他们沟通 所以呢这个新北跟台北他们接到讯息之后才告知机 还没到他那边 对对对因为毕竟这个工程还早啦 对 他们是预估2028才要这个这个第一阶段才要完工嘛 所以还早那但是但是我说穿了这一次的基隆捷运 其实是一个很取巧的路线 包括他跟台铁有许多的是所谓的呃 用类似的路线就他不是同轨同个轨道 但是他是用相类似的这个土地把它延伸出来 相对来讲理论上成本应该可以降低一点 可是呃为什么你一开始估400多亿 后来会增加到600多亿 到底是这一年才差一年呢 嗯 两者才差一年整个经费暴冲1.5倍以上 嗯 是怎么怎么算出来的 这第一个 难道说因为乌二战争通膨 所以呢全部都要变成这个新的价格吗 我觉得这个有点让人觉得匪夷所思 还是去年他们早就知道这个价位是假的 故意报一个很低的价格 因为是他们要执政 他们要拿来骗票用的等到选后 发现反正现在北北基都不是我们市长了 全部都翻脸 在自己揭开大秘宝 对 所以我觉得最可怕的是这种心态 如果你过去按照专业估算出来的这个经费 最后大家去分担 我觉得都没有关系 最怕的就是为了选举去把相关的经费 弄了很多假的数字 然后呢欺骗选民 要选民来投给你 我们去想象 如果现在有个平行宇宙是蔡世英 当选了基隆市长 请问这个事情会发生吗 所以我觉得最可怕的 最可怕的事情是这个 如果今天中央是看党执政来决定 我资源分配 你要出多少 我要出多少 那真的 我觉得我们这国家 不会强的 不会强的 其实包括过去的前瞻基础建设 新竹市政府到底为什么可以拿那么多钱 然后做一堆莫名其妙的工程 还有像桃园市政府现在 包括张上任之后发现 这个什么 有一个这个新的工程 他未来可能连这个毛胚屋 说什么他减相发包 美术馆 对就连这个冷气都没有 都就里面是空的啦 对他很多东西就直接把他 直接把他工程项目删除 先发包出去 之后再用追加预算的方式 再让他能够不断的追加 这样的模式就是民进党在许多执政县市的 不断发生 那现在中央还没换人 地方换了人 他们就改了一副嘴脸 对这些地方政府 其实我真的觉得 基隆人应该要站出来去跟中央抗争 虽然说现在鸡蛋很贵也很难买 不要丢鸡蛋 但是我觉得你们的声音应该要让 这个不能只有谢国良去呛中央 那我觉得整个包括整个新北台北 基隆的民众 如果真的很在乎这条捷运线 要让中央知道 为什么你还 你看像这次还债愚民几千亿 有没有 结果里面有一堆是 他们爱怎么用就怎么用 为什么这50亿 基隆市政府 至少多出来上次 去年估是17亿左右的分摊金 现在变成50几亿 那为什么不能由 由这个所谓的我们税收增加的部分 去帮地方政府处理的 之前不是讲有300亿什么 还有一块是这样规划的 对啊什么以备不持秩序有没有 最后剩13亿啊 因为他们把这些到底拿去哪里 你看基涉三十几亿有没有 然后呢什么 就原本应该要在公务预算 常态编列的预算 全部用这次的特别预算去处理 这才是问题啊 所以现在如果 因为这个朝野他最近刚出审这个预算 那预计4月10几号会把他删毒嘛 我觉得这段时间 应该要把这个案子列进 这一笔特别预算可以拨补的这个范围 但我想另外讲一些 刚刚杨明哥你讲到说什么看颜色啊 或是看下谁执政 其实刚刚私底下我跟杨明哥聊天 杨明哥刚提点了我说 你有没有发现这一次主要在棒球 刚刚我们讲到那个发季品文的 好像都是蓝营的政治人物 那以往最喜欢蹭的这些绿营的政治人物 怎么在这一次都没出声呢 没有昨天那个球场赢了之后 就是中华队赢了之后 绿营的政治人物开始出来了 那为什么这一品文都没有看到他们的踪影 我想可能第一个是因为去年败选之后 大家这个很多人这个口袋比较 比较这个紧缩啦 比较荷包比较紧一点 那加上这个会选案啊 不断的频传啊 所以他们可能最近不太方便 这个要什么发鸡排啊等等的 对那我是觉得这个跟传统的民进党人设不太一样 过去民进党都是率先叫大家出来帮这个 他们都讲台湾对嘛 帮他们帮台湾建额帮我们的国手加油 那这一次其实相对冷静比较多啦 我觉得这也许对国民党不是坏事 因为当国民党也能够在体育的运动的议题里面 展现比较年轻比较能够跟这个年轻的选民 或说球迷互动的这个状况 那国民党真的是有点涂胎换骨 其实你看到国民党 你看只有像叶元兹这种啊就是比较 六年级生以后的才会响应这种类似发 什么鸡排啊什么季品文 老一辈的还是不会 我看到年纪最大是 林德福是林维州啦 其实林德福应该是被赶鸭子商家硬跟着啦 他是洪孟凯发起 所以他应该是在群组里面说大家一起来 类似那像这个林维州委员也有参与 可是其实多数传统的政治人物对这种体育 因为他们根本不懂根本不熟 那所以我觉得这是比较可惜 其实真的我觉得我们真的要认真 新竹棒球场的弊案也好或说这个他整个案件 我们看出了民进党在体育运动的设施 他们也只是在消费 他们并不是真心为了选手 为了这个运动环境的改赛 那所以呢这个我们不分蓝绿 我们都是要去监督的 新竹县政府在这次全中运 把那个网球场的人工草皮 弄得乱七八糟 我觉得也一样要谴责 可是重点是政治人物不要再去消费体育 而不去多做一点什么 像这一次我觉得季品文倒霉的是鸡 不管是鸡蛋还是鸡排都是鸡倒霉 那所以呢这个 我觉得季品文大家就看一看 开开心心的吃一吃也就好 就是把这个球赛的气氛打出来 但是关键是像这种基隆捷运 又是鸡 基隆捷运的这个议题 我觉得这个真的还是我们国家 一个很不健康的政治文化 你怎么可以不同跟地方不同党 于是呢你就对它差别待遇 这才是问题 没错 脑力耗尽需要睡眠 睡前30分钟来包蒙蒙水 放通心情 舒缓焦虑 帮助睡眠 让你睡得好 精神就好 充饱店再出发 蜡气的推荐代码 GTI567 还有足够出人物 GTI444